我們高級班的學員,大家好! 好! 我們這個學校的標題叫做 法理眼光,來看現實的台灣 總共台灣一些現象 其實以前國民黨也好,民進黨也好 他們公公都是用一些自己的想像 來看待台灣的國際地位 都自己用自創一套的解釋 來解釋台灣的國際地位 但是這樣的人都會造成台灣 在國際上,都有一些奇怪的現象 比如說去國際組織裡面,沒辦法入庭 三號角吹去投,說提台灣國籍 如果不想給你生人 種種一些矛盾的現象,我們都看得出來 我們要來把他不一樣的順位 把他導正過來,就是要用法理 要用國際法理 國際法理裡面它的範圍 其實就是要為萬國共法 國際的建政法 日年華公約 跟一些人權公約裡面 來看 我們只要照這個法理的路走 我們就可以發現說 我們台灣現在的現象是偏棄了 我們用這個法理的路 這樣來進行 你就可以把它導正回來 我們的方向就比較健康 我們在了解台灣的地位的時候 有四個董事長 我們要去幫他理解 就是這四個 日本 美國 這就是我們 這就是 日本的中華民國 這四個人的關係 構成了今天台灣的現象 我們有最多的董事長 我們已經有稍微了解 我們的美國就是日本 我們以前是大日本帝國的成員 我們的土地是天空的領土 美國的 美國因為跟日本戰爭 日出世界大戰爭 美國打敗日本 日本嘛 所以才會產生美國的因素 跑到台灣來 以前台灣是大日本帝國的成員 為什麼還會造出一個 中華民國出來 因為美國打敗日本的時候 那時候有軍事佔領 但是美國沒有栽造 全部佔領日本的那麼大廣大的領土 所以他在麥克阿瑟 一般命令第一號裡面 他把他分配佔領 指派 現在就 他來佔領台灣 所以這三星就說 台灣的關係 要牽涉到這四個董事長 這樣分析的時候 也是圍繞在這四個當事人裡面 去看 你這樣才能抽絲 剝繭 才能夠了解 真正的台灣的國際地位 跟台灣人的興奮 這個人叫什麼人 各位印象 以前的美國國務卿叫做鮑威爾 現在是在伊拉克戰爭的時候的指揮官 第一次啦 第一次伊拉克戰爭的指揮官 他在2004年的十月25 2004年的十月25 他去北京訪問 就去中國的北京訪問 那個人昨天2004年的那時候 在台灣 這裡的立望中華民國 什麼人在執政 阿扁啊對不對 陳水扁嘛 那個人昨天的陳水扁 他兩千年上台之後 他是不是說四步也沒有 但是他第二次伊拉克 他就開始要爆衝啊 就逐漸把 要把台灣 當作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個樣貌 他就開始在走 這個時候 因為阿扁那些人都宣稱很多 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的訊息 結果他去北京訪問的時候 訪問衛視的記者給他專訪 專訪的時候就跟他問說 這個時候 鮑威爾他就跟記者這樣說 他說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 is not independent 台灣不是獨立的 而且 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而且台灣 他如果做一個nation 他又沒有租款 他又沒有租款 As a nation 他又沒有租款 而且 他這個說法 是因為美國 一直以來的政策 而且是堅定的政策 美國已經把話說很討厭 就算說 陳水當中的陳水扁 他怎麼宣誓說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也沒有改變 美國 他對台灣的看法 到底是美國的看法比較對 還是 台灣的這些人在那裡看 看說 台灣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名字又電話民國 這個才是政策的 就一種才是政策 這當然也是美國才政策 因為 他台灣這邊 在那裡看說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把它解构一下 把它分析一下 你就能發現說 這句話根本就是假的 所以我們就來分析說 為什麼包圍會這樣說 為什麼是一個中國 那個中國在什麼地方 那個中國在什麼地方 那不是在台灣嗎 不是喔 那個中國是在對岸的那一邊 那個才叫中國 台灣不叫中國 所以他在這裡又說 台灣 is not independent 台灣根本沒有獨立啊 所謂獨立的意思是怎樣 你如果做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應該怎樣 你應該跟所有的國家 享有一樣的權利嘛 對不對 你應該跟所有每一個國家 普遍的交往 對不對 你可以讓每一個國家 都可以把你信任嘛 對不對 如果 那是那個狀態的時候 請問 台灣可以交易嗎 如果是那個狀態啊 就應該可以嘛 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 怎麼有辦法 根本沒辦法嘛 根本沒辦法啊 不管他是去 叫 他一些 他一些 友邦 去聯合國裡面 跟他講話 還是說 他派了聯合國宣傳團 去外面 宣打 還是說 以前的陳水扁 他殺這個 入連申請書 去聯合國 要去申請 加一個聯合國 請問 怎麼有成功過 從來沒有成功過啊 從來沒有成功過啊 既然從來沒有成功過 意味的是什麼 那條路對不對 或是說 他本身要 申請交付聯合國 必要條件 就不存在了嘛 對不對 你知道嗎 我們在這區 有成功過 我們的江蘇說過 跟我們說 必要條件是什麼 你要是一個 租款獨立的國家 我偉應跟你說 台灣 is not independent 其實台灣要依附在別的國家的權利之下 就是美國 所以我們來看 要怎麼跟大家分析 而且 在2005年 那時候 那時候 阿扁 他要舉辦 入連公投 美國 那邊的官方 很緊張 也很謹慎 一直擋 把他擋 把他擋 你不能做 因為 入連公投 中國本身 有這個獨立公投的意涵 所以 是改變現狀 美國沒有希望 阿扁能這樣做 所以他們的一些官員 都開始出來講話 甚至 他們就出來跟他說 美國國安會主任 瑞琳說 中國民國 不是國家 中國民國 不是國家 啊 啊 摔下去 他再說 在這裡 這個 爲良全民都佛西 不喜歡跟副政府 要記憶 阿扁在做入連公投 他說 他們的副國務卿 內閣羅彭特 他也已經 在專訪裡面有說 這就是鳳凰衛士 有自己的奉紋 但是反對 啊 要 表達 米國 他表達台灣的入連公投 美方的立場 是反對的 那這個 委令德 他還說 美国在很多方面支持台湾 例如确保台湾在亚太金额位 是APEX 跟世界卫生组织受到适当的待遇 不过 如果需要国家主角 已经跟你说谈 台湾是中央民国 目前都不是一个国家 还把明清空四年 鲍威尔他在讲的概念 还跟你说一遍 美国政府的立场是 中央民国很多年以来 都是一个未解决 留待解决的议题 当然他在讲 我们会不会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其实就是在讲 中央民国在台湾 他是一个流氓政府 流氓政府不是一个国家 不是 流氓政府不是一个国家 流氓政府 能够在白人的土地人民 变作主权独立的国家 可以吗 不可以 为什么呢 这道理很简单 今天他如果变作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比如说 日出世界第一天 法国的政府 那时候因为戴高乐 带他们的政府组织 离开法国 因为那时候 法国去到世界乐 攻打 占领了 戴高乐 他把法国政府组织 搬去英国的伦敦 如果法国可以在伦敦 就地合法 请问一下 是不是对英国来说 英国都会变成一个土地 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很奇怪 你去人的地方 借大一个 结果 人的地方 变你的土地 这个 没有道理 这根本不通 所以 中央民国 不是一个国家 因为台湾 也没有 变成一个国家 他的独立就是在这里 所以 刚才 这个鲍威尔 他有说到 不独立 也不是国家 我们就来分身看看 在国际上 什么是 独立 什么是国家 我们来看看 这在万国共法 其实他就有 写 万国共法 他就有什么 nation 或者是state 他的定义 是这样 a society of man united together 就是 只有一点人 这个所谓有一点人 这人 这人 他就自己 集合在一起 集结在一起 因为这人 他有 他有共同的 共同的 安全的需要 和共同利益的需要 这人 他会自己 集合在一起 只能是 他们 他们 为了 照顾他们 自己的安全 还要追求 他们的福利 他们 有些公共事务 事务 要处理 对不对 不然一个人 做一个人的工作 是要怎么 达到共同的目标 所以一定要组织 这个组织 就是要建立一个 叫做 public authority 就是要建构一个公共的权威 公共的权威 公共的权威 说到八 就是政府 说到八 就是政府 你就是要组织政府 来产生公共的权威 公共的权威 他就可以对 他组织的人 做一些官吏 甚至做一些管制 为了他们的幸福 为了他们的利益 为了这些人的安全 这个政府组织 他来打招 所以这个国家的概念 不是这样 所以你来看 台湾里面 中央民国 中央民国是怎么来的 我们认识 中央民国怎么来的 他不是我们台湾人 所造成的政府 不是 他是走路来的 对啊 跟这点 他就跟台湾人的利益 有同样 跟本土台湾人的利益 有同样 不同样 所以 你要看 马英九 他在执政之下 他所用的官网 你要看看 都什么人 都什么人 跟我们台湾人 不是喔 你用以前的画意 都外星人 都他们的人 都他们流风来台湾的 中国人 还是他们的第二代 你刚才看的 那些官网都是这种 所以 一个国家 在万国官网里面 他的定义就是这样 所以 由这个定义来看 你就会发现说 中华民国 这个政府 就不是我们的政府 所以 他记得 如果不是我们的政府 他敢不为我们的福利 打拼 不 他就像为自己的人民打拼 他自己的人民是什么人 例如 台湾的 那些 中国人 就是我们以前说的 外星人 但是 我们来台湾民政府 之后 我们不能够用外星人 这个 这个名词 我们要正确的认识他们 他们叫做 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 好 啊 啊 刚才 外星人 他有说到 台湾做一个国家 Nation 他根本没有享有 沙文体 啊 在万国国法里面 有两个字 一个字 叫做沙文体 一个字 叫做沙文体 沙文体 就是我们一般 我们中文知道的 他欢迎叫做租款 啊 沙文体呢 这有时候 用中文在改税 不太好改税 我们按照万国国法里面 他的意思 就是 the political authority is the sovereignty 可是 那个 政治上面的权威啊 就是 sovereignty 我们刚才有说嘛 政府造成了 他有一个权威 这个权威 可以给你管理 可以给你喊责 有没有 他现在来看 政府有一些行为 他含着你的自由嘛 对不对 你要做什么 就要做什么 对不对 他这个权威就是叫做 political authority 那这个可以来 来做公共事务的这个权威 他就叫做 sovereignty 对 sovereignty 那 什么是sovereign呢 sovereign 他的意思是 he all they who are invested with it 就是 with this sovereignty are the sovereign 意思是 这个政府里面 有一个人 不然就是有一个人 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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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心上 有负予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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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威 political authority 负予那个权威 那个权威 负予主权在他身上 那这一个人 在万国公华里面的定义 他就叫做sovereign 一般 我给他翻译做 租款价 他就是租款价 意思是 我们用现在的这个 这个现象来看 有天皇的 有皇帝的国家 有皇帝的国家 那sovereign是什么 以日本来说 sovereign是什么 天皇 对 那如果英国呢 女王 女王 对 那如果在 民主国家呢 哪有孙总统的呢 sovereign是什么 总统 对 总统 所以说 sovereign 不是放在 人民的心上 你 你敢有sovereign 没有啦 你人民没有 我都行使sovereign 就要做到 那些人 一个代表 那些代表 他行使才可以 排sovereign 排sovereign 他就是什么 就是sovereign 就是租款价 他就是国家里面的 最高权利者 每天有这个概念 每天有这个概念 以后 我们后边要分析一些 国家的那个概念 我们就渐渐 你就会清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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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这个sovereign 还有nation 还有nation 有一个概念 有一个定义 定义清楚之后 那往下走 你就会比较轻松的 会比较轻松 用这个道 来跟大家 那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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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vereign 和sovereign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一本车 叫做Levy的人 他这本车 作者叫做Thomas Hobbes 他这本车的封面 我们把他这个 他这本车就是在说国家 国家啦 他就是在说国家 这件事 那这个时候 他的车的封面 有的这百度 这百度 这百度 就像我刚才说的 那个万国公话里面 那些的定义 nation state sovereign 就差不多都是公勤车 来 你看这个人 他身处 里面 还有什么 你有发现吗 这个大声的巨人 他身处里面 有什么 是不是还有人 小的人 有什么 小生人 这个小生人 就是什么 就是一般的人民 一般的人民 我们刚才不是说 这个社会里面 每一个人 为了自己 共同的利益 和共同的安全 的需要 他们集合在一起 有没有 包括我们的定义 有什么 有说到 他们集合在一起 然后 要为了要行使公共事务的管理 他们要找一个人 做头 做这个人 做头 这个人 他身处有派 sovereign 那三万体 那三万体 那三万体就是 那个皇冠 把他掛起来 他就有 这个 political authority 这个皇冠就是 权威 他权威 他要行使 这个权威上面的 权力 行使权威的权力 他要怎么行使 在世俗上面 他拿着劍 他只手上一支 这支 这支 你看起来 有权威 可以处理 事情 对外 可以建筋 够够够修台 对不对 他只手上一支 这支 权杖 这支权杖 就是 比较心灵的 文化的 宗教的 这宗教上面的权杖 那代表不是世俗的 那是代表比较心灵的 文化的 所以 这个Sovering 这些人 他就叫做Sovering 他这个头就是 这些人 手组型 推出来的头 那 他 日本来说 这些叫做什么 田虹 这些叫田虹 他 他 他这样下去 行使 他说 世俗上面 他用他的权利 让这群人 有安全 有 让这群人 可以获得利益 但是在 非世俗的 文化精神领域方面 他要教育 他要教育 他的人 让他人 做这篇更好 让他心灵 有教育 让他人 有文化 让他人 可以享受 教育 让他人 有信仰 这一转 以这个来说 我们来比喻一下 说到日本 你的印象 是什么 你说到日本人 你的印象 是什么 修整基 有教养 对不对 不敢制造麻烦 对不对 整个社会很清晰 有没有 感觉 你的印象就是这样 觉得他们是 很有信用的 守信用的 你如果给他 換作另外一个人 中国人 中国人 让你的 直接印象是什么 不守信用 对不对 不讲究事实 不尊重 不重视历史 所以他们的 历史 他们的历史里面 不断的错误 不断的再重复发生 有没有 他们的一个朝代 的转换 都是发生什么 修台 对不对 台来台去 你如果看到 日本 他们的朝代 有天皇开始 到那 感觉过 没有 你看 你想 美国 美国人 美国人 国家富强 科技进步 也有文化 对不对 整个 整个社会 很有活力 不断的在 不断的在 创新 有没有 你是不是 今天那种感觉 这就是 主观者 他的 人物 主观者 他的 义务 所以 他不 要在 世俗面 要 让他的国家 土地要 富饶 而且 他要 在精神城市 他要 告有 他的人民 你知道吗 在 台湾 大清帝国 大王帝 在马关条约 各让出去 了 你看 日本 来台湾通敌 了 日本在台湾做什么 什么事情 哪一世俗面来说 建设 基础建设 对不对 以前 台湾是不是都 缺水 虽然漏了很多 但是都缺水 所以 他就来 家台湾 去什么 水库 烏山头水库 迦南大眷 因为迦南大眷 跟烏山头水库 会去 然后 台湾的 这个 迦南平原 变做什么 人家说 米苍嘛 让台湾这样 自给自主 粮食 不宜匮乏 那就是 主管这些 他的眼光 和主管这些 他的任务 所以 他是在为了 这一块土地上面的人民 的 这个 幸福 在做事情 然后 他一方面 又给 台湾 国民教育嘛 义务教育嘛 那样子 有一些 工学校 小学校 有没有 开始都做教育 政府 政府叫你来上課 政府叫你 政府给你教育 你如果 比较 你看到 中国那边的时代 他们的法庭 以前有在办法 没有 以前都是什么 私俗嘛 对不对 所以 他们的主管这些 日本台湾的主管这些 主管这些 他们的手维 完全不一样 比较 你就会 清楚 国家 主管 主管这些 他的 人物 跟他 对机会 是什么 有一个清楚的 概观 好 好吧 刚才有说 一个国家 他如果有主管 他就变成一个 souvereign state 就是变成一个 主管独立的国家 在 曼谷说 他的定义就是这样 souvereign state 就是说 every nation that governs itself without dependence on any foreign power 任何一个国家 他如果自己管理自己 不需要 外国的力量 他就是souvereign state 他就是主管独立的国家 你用这个定义来看 你用这个定义来看 台湾有 没有 没有 台湾很多事情都要问 什么人 美国 对 都要问美国 所以刚才有这点看 你就知道 台湾就不是主管独立的国家 而且 it's a right and are naturally the same as those of any other state 这个国家 主管独立的国家 他的管理 自然的跟其他的国家 都完全一样 那这意思是什么 你说 富州的新巴尾 或富州的南非 他们的国家的管理 在世界上有相同 有啊 有啊 不因为他们的国家 比较善者 还是他们的国家 比较大比较小 你如果看南非 在国家上 他的管理 有跟伊朗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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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跟芬蘭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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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同样 所以由于这些定义 你就跟他们知道 那台湾到底是不是 主权独立的国家 根本就不是 根本就不是 了解这些事实 以後我們再解构一下 不然國家主權裡面 應該表現在哪些層次上面 你可以去判斷他有沒有 什麼主權的國家 第一 到底 你有沒有法定領土 第二 你有沒有固定的自己的人民 第三 你有沒有這些人民 你有沒有組成一個政府 就是authority 這個政府有沒有authority 第四個 你這個政府有權威之後 你到國外去有沒有被人家承認 有沒有普遍的被人家一致的承認 有這幾個要素去分析 你就能知道說 台灣在這個定義裡面 有沒有符合國家主權 所謂的要件也沒有 只有這點就沒有了 這個authority 這個population 在台灣裡面 那不是所有的 在台灣的人 都是中華民國的人 那不是 不是喔 不是喔 所以這個就是問題了 第二 中華民國在台灣 台灣這個土地 那不是中華民國的 不是啊 那台灣人自己的 也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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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為這裡來看 只要任何一個要件不成立 那就 不用講 它是不是國家 是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當然 這個authority有嗎 有 有 其實是有 台灣現在 剛才裡面 抓一個 有抓一個政府 在管 這個政府叫做 流亡的東華民國政府 在台灣關係法裡面 它叫做台灣的治理當局 它有沒有權威 有啊 它要叫你交水 你才要交水 你不叫 它要幫你執行啊 對不對 你如果違反法令 它會把你處罰啊 對不對 所以它有沒有權威 有 它確實是有權威 但是除了權威以外 其他的都不是啊 來 啊 常常 因為孫季 孫了 久了 常常都有一個錯覺 這也是台灣 一些政治人物 他讓我們錯誤的概念 因為說 孫季 就是 人民最大 好啊 那人民 如果有 取得這個選舉權 就好像 人民可以決定 他的未來的一切 那這一輪 就是 人民有 享有人民主權 好 人民就享有主權啦 其實這個 這個概念是不對的 他把人民主權動作 國家主管那個城市在說 其實 人民主權 他真正的意思 只是這樣而已 他只是一個原則 人民主權在 他叫做 popular sovereignty 他這次一個關鍵 那個關鍵 就是這樣 the principle by the authority of government 來啊 這只是一個原則 是說 政府的權威 是 是怎麼產生 大概是怎麼維持的 is created and sustained by the consent of its people 政府的權威 是由人民的動議 來維持 和申請的 這是 他的原則是這樣啦 要用什麼方式來讓人民表示同意 through their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who are the source of all political power 意思是說人民去選的啦 人民選給他啦 選給他 他就有這個 這個政治上的 這個權威了啦 但是這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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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邊 他把 他的權力 障礙 讓申請 代表 是 任何那個代表而已 任何人民的代表 要由代表 去 去 造成政府 政府反途還來給我們管 這就是人民主權的概念 以至於這個原則而已 以至於說 政府的權威 是由人民同意 透過選舉的方式把它選出來 這樣而已 那你來看看這個 剛剛是不是講 the authority of government 政府的權威 透過人民主權的方式 把它選出來嘛 讓它可以產生 讓它可以維持啊 那你看 這一個 這一個 只是人民主權的表現 但是人民主權 會不會改變這三個東西 沒有辦法啊 因為人民主權是在這裡啊 那這是國家主權的要件 對不對 所以你人民主權 是自己玩的而已 你島內自己玩的 那自己玩一玩之後 會不會產生這個效果 那個都沒辦法改變 所以說 我們以前 讓這些選舉 和這些政治人物 一直在跟你 好像灌米湯這樣就對了 好像說 我已經把主權給你了 你就是選給我 我們國家就有主權了 那根本就是錯誤的 錯誤的理解 所以 我們如果繼續在這裡選 我們如果繼續在 台灣民國的體制裡面 在這裡選 選這個政府的權威的代表 你想一想 台灣人會不會有出頭天 不會啊 不會啊 不會有出頭天啊 因為這個政府 不會照顧奔土台灣人啊 因為這個政府 只會照顧他們流亡的中國人啊 所有的好處都是 他們流亡的中國人先拿走啊 好 來 接下來去就要跟大家說 台灣 以外 那又是美國的軍事 占領地 啊 這個標題裡面 就三星就說 好啊 什麼是占領 什麼是占領 軍事占領地嘛 什麼是占領 好 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我們想過的占領班 有兩個概念很重要的 一個概念叫做 減領無遺傳租款嘛 對不對 另外一個就是 流亡政府 不可以就地合法 在這個 國際政府裡面 它也是這樣 occupation does not transfer sovereignty 你到時候就說 啊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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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傳租款 為什麼 因為 為什麼 三星才的戰爭法 跟萬國共犯的 是因為過去 歐洲那邊 戰亂太多 他們以前都一個國 一個國 一個小國 一個小國 國和國中間 都不斷在戰爭 台來台去 歐洲 整百年來都是 戰爭 在發生 但是他們不會發生 你如果用這種 戰爭 去幫他們 戰爬之後 就幫他們 戰爭基友 就不斷 就會不斷地產生 後續的戰爭 為什麼呢 為什麼 不斷地產生 這些歷史的悲劇 不斷產生呢 你要想一下 現在萬國共犯人 他的動力 他萬國共犯人 他萬國共犯人 的動力裡面 也是說 你跟他打敗之後 你跟賤人 跟賤人 賤人 賤人 你不能把白人的土地 變成你的 你也不能把白人的人 變成你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 第一 你的人 你的人 跟我的人 跟有一樣 沒有一樣 你以前有國 我也有一個國 你的國 你的國 你為了你自己的需要 你自己的幸福 你自己的利益 你自己的安全 你自己造成你的國家 我這國給你打敗之後 你這國要變我的 請問 你敢會對我 真的 臣服 不會喔 因為我們兩個利益 是不一樣的 就這樣 定義說 我跟你 就有戰爭了 戰爭就是一種 修台 那就覺得說 戰爭 總免不了 槍炮彈藥 刀槍 對不對 這都是 對生命上海 但是 你如果 你如果把白人的國家 變成我的土地 白人的人民 變成我的人民 這樣算是一個 埋下 埋下 重複戰爭的 這個種子 意思是說 我把這個手榴彈 你跟我 我形容你是我的手榴彈 你是一個危險因子 我把你的手榴彈 放在我落在那裡 臨槍他就重複了 他會想到我自己嗎 會啊 會想到我自己 所以 萬國共發 他這樣出來之後 他就 他就設好這個規矩 這個規矩 不能移轉百人的主款 意思是說 我把你打敗 我只是 把我 損害的 管理 我把你拿回來而已 管理拿回來而已 但是 你不能變我的 你不能變成我的 你如果變成我的 你如果變成我的 將來我們兩個 還要再廝殺一次 不是 所以 將來不可以移生出款 他原本的那個 邏輯 跟他背後的那個 那個 哲學 就是要避免 將來繼續戰爭 就是這個 對你 所以 占領不可以移轉 主權 我還是 保留你原來的 你也是 繼續你的國家 我只是 取回我應該要 有的權利 這樣而已 好 為什麼我剛才有說 你如果把它變成你自己的 那時候 你會埋下 埋下 那個 戰爭的陰影 而且 有可能 你的這個社會裡面 會不斷的動盪 這典型的 在台灣典型的歷史 就這樣子 你看 台灣民國 他 不是我們台灣人 他所有的施政的方針 跟施政要照顧的對象 都不是台灣人 是他們中國人 你想一想 中華民國是從中國 跑來台灣的 他的歷史觀 是中國的歷史觀 還是台灣的歷史觀 還是日本的歷史觀 是中國的 但是 蔣介石來台灣之後 發布了一道命令 把所有的台灣人 變做 中華民國國籍 變做他的人 但是這兩個人 在戰爭中間 是互相是衝突的對方 對不對 以前日本跟中華民國 他們在戰爭 這兩個人是 在戰爭的 會互為敵人 蔣介石來台灣之後 把台灣人 變做中華民國國籍 變成那為己有 他就埋下不斷的爭端 那像這個最典型的 柯剛這件事 就是最典型的 他把台灣人 變做中國人 但是台灣人 不覺得那一套的史觀 在我身上 根本就容納不下去 所以就產生這些事情 對 三成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來參加台灣民進 我們對於這個 因為我們未來都是國家 國家的那個高層的那個 那個政府官員 我們的思維都要更高 那我們看的那個 以那個界線 要看入橫 這個都是典型的 所以爭端 爭會不斷下去的 最後就是又有人受傷害了 對不對 你知道嗎 君主戰爭 其實就是跟戰爭 三星的一種結果 君主戰爭 它本身其實也是一種 戰爭的秋冬 戰爭的秋冬 君主戰爭 是這樣 在戰爭法裡面 它是這樣 Military occupation conference upon the invading force the means of exercising control for the period of occupation 君主戰爭 他就是 他就是 給外國 像美國 中華民國來台灣 他就是給他一個 外來的這個軍隊 進入台灣 然後在佔領的這段時間 實施軍事佔領 那是一種建爭的秋冬而已 不是結果 那是秋冬 秋冬就是為了要控制 為什麼要控制 背後政府的土地 為什麼 我們兩個在建爭啊 其實我就是要弱化你的 弱化你的 你的能力 讓你後天 不再起來 又搞了戰爭 所以這個 其實這都是 有那個 背後的思維 所以 Military occupation 就是 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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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可以 將被我佔領的 佔領地 的主權 移傳到我身上來 比如說我是美國 我來台灣 佔領 我不能从台湾这个土地的主权 有预传给我 不可以 包括蒋介石 他来台湾占领 他也不可以从台湾的主权 预传给他的心想 不可以 但是他可以预传什么 他可以预传authority 管制的权威 或者是 all power to exercise some of the right of sovereignty 主权一些的管理 可以移转 主权上的权力可以移转 一般来讲 我们简单说 就是管辖权 管辖权可以移转 你想象 回到1945年 十月二十五那天 就开始 收到美国的命令来台湾 接受日本军的投行 后那天开始 台湾上面的 关制台湾的权威 是什么人 就是蒋介石 台湾人出出去都收 蒋介石的控制 这就是移转管辖权 但是不会移转主权 台湾当时的那块土地 仍然还是谁的土地 日本天皇 台湾人那个时候的国籍 仍然是什么国籍 大日本帝国的国籍 所以没有移转过 所以这个事实 这个国籍法的权力 了解了后 你就真的可以清楚 我们台湾政府 在打拼还是什么 我们为了台湾移民 在打拼是什么 在这里 我刚才说的 一九四五年的这个场景 现在就 他们来 他们把这个 删在中国战区台湾省 请问台湾省 就变成他们中国的一部分 对不对 然后他给你删 台湾光复 请问他这个举动 会有符合国制法 政政法的规则 没有符合 所以 正解之后 他这样对我们台湾人来说 他有符合吗 他这个行为是不合法 不合法 但是正解之后也很精确 他为什么要对我 可以交代 他在这里删一支机 这支什么机 美国机嘛 对不对 就是这支 他删美国机 美国机 删在这边什么意思 他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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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要删这边 好 他這麼插豆瓶 你想像 如果 這個時候 按照金戒指他們自己說的 台灣已經共和了 這個土地應該變成台灣 應該變成中國 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分的話 請問 這個 查連基 他應該是要掛贈瓶就對了 他在美國基去掛贈瓶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土裡面 真正的意涵 就是美國 就是 老闆 他就是主要占領全國 他就是 主要打敗日本的 征服者 這個 不是征服者 這個是受到他的命令 來台灣 代替他來 接收日本軍的投降 代替美國來管制台灣 代替美國來管制台灣 這樣解除 這個黨這樣解除 跟我剛才說的那個 萬國共法 跟國際戰進法 那個 那個規範 你就要倒起來了 對不對 你就倒起來了 好 我剛才有說 我剛才有說 他這天可以來 是因為這個 美國家裡來 美國的 麥克勒斯 盟軍最高統帥 他發佈一個 叫做 General Order Number One 就是 一般命令第一號 這是在 1945年的 8月17號 培准的 對啊 在1945年的 9月12日 日本跟 日本的代表去 那個 美國的 美術旅艦 上面簽 投降書之後 麥克勒斯 他馬上發佈了 這個 一般命令第一號 他裡面 就有說 他裡面有說 說到台灣跟 偏偶 是怎麼台灣偏偶 會讓 叫做出來 就是這個 命令 這個命令的原本是這樣 The senior Japanese commanders and all ground sea air and auxiliary forces within China 不包括 北尾16度以北的印度之那 都要向蔣介石大元帥來投降 這就是 一般命令第一號裡面 有關台灣的這個部分 所以你的法院說 一般命令第一號裡面 這段 叫中國的地方去佔什麼地方 FOMOSA 中國戰區不包含滿洲 對不對 就是東北 他又去對戰 他又去對戰 北尾16度以北 法屬印度之那 就是北越 就是北越南 所以你看有沒有 最前一段 是不是 發生一個事件 在外面發生一個事件 叫做 越南排華事件 有沒有 有沒有 有什麼 有什麼 越南人會排華 跟這個有關 因為 蔣介石 他去 去北越 佔領的時候 他派一個 他派一個人 叫做盧瀚 他去北越 佔領的時候 他的搜索搜尾 跟他來台灣的搜索搜尾 幾乎完全一樣 燒殺 魯略 搶奪物資 全部都把收尾物資 回去他們 中國 去支援他們的內戰 結果造成了越南 越南的大飢荒 生活變成差 小的都變成 小的變成 那個經歷不生活一下 所以越南人很討厭中國人 這個道理 就在這裡 再加上他們後來 中國共產黨 成立了他們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 中國跟越南又發生了 邊界的戰爭 所以越南人 其實很討厭中國人的 所以我們台灣人 如果去外南人 你要表明你是台灣人 你千萬不要說 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那你會很危險 會很危險 軍事前面的目的呢 The exercise of this right results from the established power of the occupant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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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領的目的 就是要行使一些 管理 什麼管理 就是 占領軍要去 去被占領的地方 要先建立起一個權威 那個權威叫做軍事政府 都跟蔣介石來台灣之後 他有成立軍事政府 有 叫做 警備總司令部 叫做警備總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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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建立起來 建立起來 然後他要維持秩序 要維持秩序 要維持秩序 所以你如果太反抗的人 你就會怎樣 你會叫抓他 甚至會把你抬 就是這個 主要是要maintain 這個law and order 軍事前面 主要是因為 你們知道嗎 建政之後 我在被我打敗的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 政府 議官來政府可能都怎樣 都散了 那個好像 日子洗到最前 剛好 抱抱歉 那是誰 事實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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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們建牌的地方 那個地方會變成怎樣 是不是 變成政府組織 讓你 讓你把他抖起來 就像 美軍入侵伊拉克之後 伊拉克海山的那個政府 是不是真的沒有他 看台 Standard 伊拉克那些地方 變沒有政府 沒有政府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一些沒有秩序的事情 就會跑出來了 一些抢奪的 社會就不安全 這個軍事政府進去 他主要是要控制這個地方 讓他穩定下來 因為穩定下來之後 就是要讓 就是要準備要簽和平條約了 對這個意思 所以這麽軍進去佔領地 他主要是要維持被佔領地 他的法令執行和保持他的秩序 維持法律和維持秩序 這件事對什麼人好 對當地的人民也好 對這麽軍好嗎 當然也好 你想像那個場景 美國是不是打到伊拉克之後 是不是伊拉克 還有那種汽車炸彈 還有路邊又把他偷襲 這樣子那個社會有沒有保持安定 沒有啊 那如果沒有繼續安定下去的話 佔領軍會不會離開 不會離開啊 他一定要確定這個地方已經 有秩序了他才會離開 這是軍事戰廟裡面 建政裡面的那個過程 我們有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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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人家這個國際上 那個人家建政的國家 人家他們做的工作是什麼 你了解了 你就知道回頭來看 來看是怎樣台灣 那又是軍事戰廟裡面 而且這個軍事戰廟沒有離開啊 沒有離開啊 沒有離開啊 沒有離開不是因為 我們這邊沒有秩序喔 是因為我們這邊沒有組成 自己當地人民的政府 來接回來政權 那是一求順候以後 就應該要做 但是一直到現在 才出現台灣民進府成立了 那台灣民進府就是要把 要把他接回來啊 要從佔領者的手上 接回政權啊 那所以大家有一個 概觀知道說 為什麼會有台灣民政府 為什麼他不直接叫做台灣政府 他叫台灣民政府 好 來 再來 occupation does not transfer sovereignty 佔領不宜轉主權 這句話 引申出來的意義是這樣的喔 來看 所以 it is therefore unlawful for a belligioned occupant to annex occupied territory or to create a new state 所以 佔領不宜轉主權 我們把他引申來講的 意思是說 你如果佔領之後 你把那個地方 兼併成自己的土地 請問一下 這樣會有合法 unlawful 這樣就unlawful了 這樣就沒有合法 那就是說 那就是說 我沒有把你兼併回來 我的心想 但是呢 我叫 讚領你的人 變成另外一個新的國家 請問一下 這樣會有合法嗎 也沒有合法啊 所以嘛 以前我們這樣說 什麼問題嗎 所以說 我們這個 成立新的state 我問你 台灣獨立 是變成新的state 是不是 是啊 阿扁在台灣 造成台灣獨立 那變成成立一個新的國家 那 在這個 這樣子 合不合法 不合法 不合法喔 這是不合法的喔 所以說 美國三年五生 說你台灣不可以改變 你的現狀 阿他一直謹慎的 不要讓台獨的勢力 不要讓台獨的勢力上來 他一直 一直要壓抑 讓台灣不可以獨立 所以 不管是可憐頓 他那時候去北京訪問的時候 他也有發佈三部政策啊 其中一部就是什麼 不支持台灣獨立啊 有沒有 所以 美國 那時候你在聽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美國就是一個民主國家 如果台灣如果 透過民主的政策 想要自己獨立 為什麼不可以 所以你就要知道說 美國他們的主權者 美國總統 他們的運作 是什麼 是什麼邏輯 他們在遵照什麼 什麼規定 在做他們的事情 就是萬國公法 跟國際戰爭法的事情 所以 因為台灣是 因為台灣就是自世界大戰 每日戰爭留下來的 沒有解決的問題啊 沒有解決問題就是 持續的軍事在領到現在 所以 你沒有辦法獨立 因為你獨立 就是不合法 你獨立就是不合法 所以 就是會產生新State 這個是不合法 這樣說 大家可以比較理解了 好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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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儀存出款呢 甚至在儘量進行 有一個會議 他叫數三年 有一個會議 這個會議 馬英九 他很愛說的 他說 根據開樓宣言 台灣已經變成中國的一部分 要聽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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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經常聽他這樣說嗎 啊 他說的這句話這樣對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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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樓宣言說之後 台灣就變成中國的一部分 不可能 不可能 啊 啊 我們 看美國官方 他怎麼說 在這裡 這美國官方 1951年 一國初六 他們 國務院裡面 這樣說的 開樓宣言 只是表達了 我們的 想法 他本身 不會產生 領土的割讓 這樣知道 所以美國的官方 他很清楚 因為美國 他們就是 運作 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 這些事情 他們都已經很熟悉 所以 他就跟你說明了 開樓宣言 the 開樓宣言 manifested our intention 只是表達了 我們的 意願而已 我們的想法而已 我想要怎樣 It did not itself constitute a section of territory 它本身不會構成 領土割讓 所以 我可以叫 跟你說 根據開樓宣言 台灣已經變成中國的一部分 這幾個 你後面可以吐槽嗎 對啊 你可以吐槽 那個 講那種話就是 沒有國際法的概念 所以 美國 國親 RICE 以前 2004年 阿扁要推薦 這個 入聯公投的人 他就出來反對 他說 反對台灣 舉行入聯公投 你有沒有發現 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 台灣要實施民主的方式 用民主的方式 投票表決一件事情 為什麼 美國要反對 他不是反對你這個 投票本身的這種機制 他是投票 他是反對你 這樣子會改變台灣的現狀 所以 他們是 美國是堅決反對 理由是什麼 那個邏輯就是 我剛才說的 這樣就知道 因為台灣 那就是美國的 軍事占領地 軍事占領 不可以改變 占領地的租款 包括 兼併為自己的領土 包括 在佔領地 成立新的國家 都不允許 這都不合法 所以 入聯公投 本身就是有 獨立意涵的意思 就好像 入聯是不是 要有國家的主義 那美國看到這件事情很嚴重 很嚴重啊 他覺得 你會插槍之後 我會變成台灣獨立啊 他不希望這種事情發生 好 再來 我們在說 台灣目前 還有美國的軍事占領地 但是 在外面的人 他可能會替你吐槽 吐槽說 你說軍事占領 我就沒看到美國大兵啊 他可能 他可能 他的印象裡面就是 好像 美國 伊拉克戰爭 美國大兵 你可能看新聞壓批 你看到美國大兵 在伊拉克的街頭 開砍碼車 在那邊機槍 他架著 在那順街 這叫做占領 那不是這樣 不是啊 那就是 那就是 用感覺去解說的事情 在 國際進行法裡面 他有說到 占領的有效性 不是要讓你 親眼看到美國大兵 在那邊機槍 那邊開機槍 這樣 那叫做占領 不是 在國際進行法裡面 他不是這樣 他是這樣 來 跟大家介紹一下 It is sufficient that the occupying force can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send detachment of troops to make its authority felt within within the occupied district 他 很簡單 我不用讓你 常常看到 我只要在 合理的時間裡面 我 佔領者 我可以派遣 我一部分 小部分的部隊 到你這個佔領地 讓你這些佔領地的人 感受到 我的權威還存在 這樣就是這樣 這樣就是繼續有效的佔領 根據這個定義 根據這個定義 你要想看看 什麼事件 可以展現出這個定義 這個定義 我再說一遍 只要美國 然後 他可以在 合理的時間 他想要的時間 隨時 可以派遣 小部分的 武裝 或是小部分的部隊 到你這個台灣來 讓你台灣人 仍然能夠感受得到 我美國仍然在佔領你 你能夠感受到 我美國的權威 這樣這個佔領就繼續有效 好 來 我們來看 佔領 是不是說 要有這個固定的駐軍 大批軍隊進駐之後 這就是佔領 那個不打緊 那不是很必要的條件 所以他再說一句 It is immaterial Whether the authority of the occupant is maintained by fixed garrison 我這個佔領軍 我 不用說 我到底是要大 固定的駐軍 還是要有快速部隊 或是說 這個部隊要大 或是這個部隊要小的規模 都不打緊 那都不差 那都不差 只要我這個佔領 可以持續有效 軍隊的大小 或是不是固定的 或是 或是 或是這個 不固定的 那個都沒有關係 那都沒關係 只要你佔領是有效的 有效的方式是什麼 他已經有說的 任何時間 合理的時間 他可以隨時派武裝 到你這個地方來 讓你感受到我的權威 這樣就是繼續佔領有效 這有什麼案例可以看得到 另外 有什麼案例可以看得到 大家印象嗎 什麼 對 F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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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兒要給你解釋一下 美國 他在占領台灣 美國覺得對我 跟其他社會說 台灣現在是我的 美國的軍事在哪裡 他覺得這樣說 不用 在建政法裡面 in a strict legal sense no proclamation of military occupation is necessary 在嚴格的戰爭法的法理概念裡面 我美國的軍 我不用到處宣揚說 台灣是我的美國的軍事在哪裡 那不用 那不用 我不用 宣稱也是合法 也是合法 來 我們剛才有同心說到 F18 用F18這個案例 來給大家解釋說 為什麼美國在台灣的軍事在哪裡 仍然持續有效 在這裡 F18 因為日本的琉球加手那種基地 不來這裡 還不去 他新聞是不是說 他破將 對不對 那新聞是不是說 他發出緊急求救訊號 說他機械故障 所以他需要降落 對不對 我去台南的時候 有同心 他說他在基地有在服務 他告訴我 你如果是緊急狀況 緊急狀況 你要破將別人的領土 你第一件事情要怎麼樣 要把油要怎樣 烙掉 對不對 油要烙掉 要不然你如果 故障 破將之後 崩掉了 要怎樣 對不對 所以油是不是要烙掉 好 第二 這台服務機 上面有帶無機嗎 有 他如果要破將的時候 他無機 是不是也要先斷掉 他如果沒有斷掉 是不是他連無機 跟服務機 總理要有人的領土 把人的東西帶他 對不對 這是不是很危險的事情 他這兩件事情有沒有做 都沒有 沒有 所以他告訴你 緊急狀況 機械故障 是真的還是假的 假的 那是在應付那些媒體的而已 那從這兩個 從這兩件事情 你就可以知道 他根本不是破將 他是故意 飛來給你看的 要挑戰普通 你看就是要 你跟大家說 台灣 那就是我的軍事 這麼多 也要跟你們台灣人說 台灣 就是我的美國軍事這麼多 我想要來 就可以來 我要破將 我隨便用個理由跟你說 我要破將 其實我武器也沒丟 我油也沒落掉 對啊 那你覺得這個是破將嗎 根本就不是 根本就不是破將 好 還有一個 按的 阿飛伯 選流亡中華民國的總統 那時候中國射飛彈 有沒有 雖然是射空包彈 他射空包彈來 台灣和台灣尾 這時候 美國 美國總統 是不是下令 第七艦隊來台灣 等一下 九六台灣危機啊 美國派 航空母艦 來台灣啊 為什麼美國可以派 航空母艦來台灣 為什麼不是菲律賓 為什麼不是越南 為什麼不是英國 為什麼不是澳洲 對啊 為什麼不是俄羅斯 為什麼就獨獨只有美國 所以 1996年這件事 到2004年 2005年4月1號 美國軍基部來台南基點 這兩件事 我都跟你講 台灣就是我美國軍事 占領持續有效 不會因為跟日本簽了 舊金山和平條約之後 我美國就結束了 在台灣的軍事占領 他已經跟你講得很明顯 他已經跟你講得很明顯 譬如說 他做政府 他做一個國家 他不需要跟你 他不需要跟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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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定義我跟你講 對不對 我如果跟你講 你是不是 我會用你講的方釋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就顯示出來說 你這個國家根本 不夠人 對不對 不夠人 你這個國家的顏面 放在哪裡 所以很多事情 他是在做 但是我們台灣人 會有一個很嚴重的錯誤 好像都會認為說 你就要講出來 才有尊勝 但是自己看不懂 所以不是人家一定要講出來 是人家已經做給你看 你還看不懂的話 表示你的水準是太低了 你根本不懂國際法 你不懂國際法 你怎麼跟美國談判 你怎麼跟美國談 你怎麼跟美國談 你怎麼跟美國談說 你政權要還給我台灣人 所以 我們來上課的目的 就是 就是要跟人家講 同樣的語言 你要跟人家講 你跟人家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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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人家講條件 你跟人家講 你談判的籌碼一定非常差 所以為什麼 讓人家不斷的受訓 有什麼不斷的跟台灣人講 對 對 說清楚 我們不知道 美國人 他在想什麼 他後來他要走 我們就要 我們就要 叫國際法的道理這樣走 不能用自己的想法 自己想要做什麼 就想要做什麼 好 還有一個派韓國母艦的時機 在1950年的6月27號 韓戰爆發之後 美國總統杜魯門 他發表了一個聲明 這個聲明 就是所謂的台灣前途未定 台灣前途未定論 就是這個 因為韓戰爆發 美國很煩惱 他很煩惱 他很煩惱說 共產黨 在中國的共產黨 他會跨過台灣海峽 來佔領台灣 他很擔心 他很擔心 所以他就下令 第七艦隊 來台灣海峽 來台灣海峽 一來 是要顧台灣 避免 共產黨 越過台灣海峽 攻打台灣 二來 他要蔣介石的部隊 在台灣的部隊 乖乖的 不可以輕舉妄動 不可以趁機 反攻大陸 你知道嗎 所以他在這個聲明裡面 就是這兩件事 第一 防止共產黨 打過來 第二 防止蔣介石 跑過去 打共產黨 這樣 他的聲明裡面 裡面 我就不念了 我已經跟大家說了 所以 有這裡裡面 你就會說 欸 為什麼 韓戰爆發 是美國派 第七艦隊 韓國母艦 來台灣 來 來防衛台灣 為什麼不是英國 為什麼不是澳洲 為什麼不是俄羅斯 對不對 這個得利 你就知道了 所以 在1950年的時候 台灣是不是美國的軍事佔領地 對 在1950年的時候 蔣介石 是不是 仍然是美國的 代理人而已 所以 美國是要聽 蔣介石 是要聽美國的話 他叫他不能輕舉妄動 蔣介石不能輕舉妄動 你這樣派第七艦隊來 是要確認 是要確認 蔣介石是不會輕舉妄動的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他這個 聲明裡面就是這樣寫 你如果給他看一看 你才會發現 那個官 那個官邪 台灣跟美國官邏 在這裏面都看 當然 他沒有這麼久的 最重要的就是 沒有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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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未來的決定 要等到太平 西太平洋地區穩定之後 還是聯絡國有其他的考慮 再來做決定 所以 這個是很有名的 台灣地位未定論 就是在這裏開始 為什麼台灣地位未定 因為 你是讓人軍事禁領 禁領 你的 禁領的時候 你的主權是被 外國掌握住了 對不對 你出去出去 都是我美國控制 你的主權是我6條 所以 你給我6條 你就是沒有決定 我6條而已 但是你不是我的 但是 我還不可以 還不可以 所以我6條 6條就是未定 所以 從這個國際法 到這個建政法裡面 你就知道說 為什麼 台灣前途地位未定 最好是 那又6條 6個什麼手套 6個美國的手套 6個美國的手套 對 好 好 看到 他叫我控制 剛才我們的公圍 看到 1996年的 阿威北亞 選劉王總統 美國派的 香港部戰來保護 看到 2014年 4月1號 美國的F-18 不來 台南的空軍機場 我們的環頭 來看 回溯到 簽 國金山 和平交流的時候 是不是 我們在說 美國就是 台灣的 主要 在哪裡 台灣是 美國的軍事 這麼多 美國的這個角色 我們剛才說 那幾個事件 裡面 我們都確定了 但是 有沒有更確定的 不會很容易 有嗎 有啊 古金山 和平條約 23條 美國 在 日出世界前 太平洋戰爭 他 什麼新聞 他就給他 很清楚 在這裡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八爪 他把美國 在 美日戰爭裡面 他的新聞 就給你 清清澈澈 所以 美國就是 對日本的 主要 佔領全國 台灣 那時候 是不是 日本的 對不對 所以 台灣 美國是不是 台灣的 主要佔領全國 對啊 完全通啊 沒有一點瑕疵啊 對不對 沒有一點瑕疵啊 所以 在古金山 和平條約 八爪 黑日 跟我們剛才說的 我們剛才 這段 有的標題 台灣 仍然在美國 軍事佔領中 完完全全 可以得到印證 好 所以 美國 航空母艦 跟F-18的意義 就是 台灣有沒有屬於 中華民國 沒有啊 沒有啊 他嘛 欸 既然不屬於ROC 又會不會屬於 中華的民共和國 不會嘛 因為 美國 是握住了誰的領土 美國是握住了 中國的領土嗎 不是嘛 是握住了 大日本帝國 天皇的領土嘛 因為 ROC 跟美國 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他們兩個是同門國啊 美國怎麼會握住 同門國的領土 會不會 不會 不會嘛 這 威家 威家 衍生出來 就是他那個邏輯根本不通啊 所以 一定是建牌的人 才會去建牌的人 扔到 扔到 他的租款嘛 所以 台灣不屬於ROC 當然也不會屬於PRC啊 那 台灣是每日戰爭下的軍事佔領地 威家 做一個結論 所以 台灣是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不是嘛 你是被佔領的一塊 大日本帝國天皇的領土嘛 這塊領土 當時 是 大日本帝國的一部分 這個結論 不是另外一個國家 所以 根本就不是國家 根本就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喔 為這個 為這個 F-18 航空母艦 這件事裡面 其實 就可以衍生這幾個結論啊 當然 我們要了解 這個國際建政法 萬國公安 會有一些動力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結論了 那這個結論 你 我們剛才推敲過來 有沒有什麼瑕疵 沒有瑕疵啊 有憑有據啊 對不對 我們不是在這裡 我們不是在這裡 黑龍色島啊 講到會破天的正地 我們不是這樣啊 對不對 我們都有憑有據 拿給大家看嘛 好 所以 美國就是 principal accupying power 它這個身份 我們要確定 所以 即便 即便 即便你覺得說 台灣應該要怎樣怎樣 但是 美國在台灣的這個角色 你還是 不能把它忽略掉 你還是不能把它忽略掉 你還是不能把它忽略掉 好 再來 不然請問 美國到底 日本最重要的權利 美國到底 佔領了誰的土地 美國到底佔領了誰的土地 日本天皇嘛 對啊 美國佔領了日本天皇的土地 啊 啊 如果有人問 有什麼 又不是你改寫一下 我們來看 來 剛才說有班清 但是 為什麼跟班清有關 其實在 1895年以前 台灣就是大清帝國的 一個拓殖地 對不對 沒有錯啊 這段歷史我們都承認 但是一直來到1895年 中日第一次戰爭的時候 那段歷史就發生 要簽一個合約 叫做什麼合約 馬關條約 日本叫做下關條約 下關條約裡面 就是將台灣跟澎湖 的領土 永遠 而且完整的主權 割讓給大日本帝皇 大日本帝國的天皇 所以 從那段歷史開始 台灣就變成日本天皇的 一塊領土 一直到日出世界 在前 臺灣 有一個 史政四十年 台灣博覽會 請問 史政四十年有什麼意思 哎 中華民國在台灣史政四十年嗎 哈哈 妳看這期期叫什麼期 日本期嘛 史政四十年啊 加盟史政四十年 剛才在西元 只有你 我們剛才說1895年 台灣變成日本天皇的領土 始政四十年由1895年開始 台灣統治台灣的事變成日本 始政四十年的1895年加四十 剛好當時1935年 所以1935年的時候 台灣辦一個博覽會 1935年 1935年 台灣辦了一個博覽會 當時台灣辦博覽會的時候 政府機關裡面都插什麼機子 不是本機嘛 對不對 那 建經一直到1935年的4月1號 台灣 實施帝國憲法 台灣變成大日本帝國 變成天日本天皇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件事情有沒有改變 没有改变 所以我刚才那个标题就说 我刚才那个标题就说 美国占领了谁的土地 就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的土地 所以我们民进府里面 一直在跟大家说一件事 叫做日蜀美战 日蜀你看看二重桥 那就是天皇的皇居 美国总统欧巴马就职的照片 就是美战 所以日蜀美战 那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你把这个整个历史的事情 搭配着万国共法 国座建政法 然后把它跟现在的时事 再把它印证一下 把它整理一下 你会发现我们今天讲的这堂课 你就更明确知道 台湾真实的地位 你要先有这个基礎上接受 那将来 我们才能够往正常的路线去发展 你如果像外面 你如果像外面 你如果立行的 其实立行的 这也没说台湾独立 他们也知道了 没办法独立了 但是他们一直把中华民国跟台湾划上等号 那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 错 因为他是流氓政府 你怎么会跟台湾划上等号 那台湾就变成流氓政府了 这也不对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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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个根本就是不通啦 还有乱讲的啦 所以我们今天这些课 要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因为刚才班长来说 我们要去吃饭了 现在都四十分 那我们这堂课就先到这里